我们在厨房和家人和朋友分享最特别的时刻 从我们选择的食材到菜饶的呈现 我们在食谱上花很多心思 我们为所爱的人煮饭的时候 投入了这么多爱和关怀 但我们使用的工具 是会如何影响我们所爱的人的健康呢? 我们来准备食物的煮食工具 亦是善食的关键部分 不幸的是有一些煮食工具 特别是易结窩具 可能对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健康有害 易结窩具采用永久的化学物质制成 这种化学物质是一类称为PIVUS 这些化学物质在离开我们的煮食器具之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可能仍然潜伏在我们的食物和家的环境里面 使用易结窩具可能会增加你 和你的亲人离患某些疾病的风险 例如胆固醇偏高或者某些类型的癌症 为了防止化学物质成为家庭善食的一部分 请吊弃你旧的易结窩具 尤其是变形、变色或者刮箱的催具 用不锈钢或者铸铁等等的替代品 如果你必须使用易结窩具来攀任 请用中低火 等厨房通风 并且使用木製的煮食工具 以避免刮箱平底锅 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sfenvironment.or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